我觉得新时代的女性是非常的自信的 然后也是非常的努力拼搏的 跟以前传统的时候不一样 现在的女性有组建 然后也主动的去承担更多 不单单是在家庭 那在这个工作 在社会上面 很多的这个责任 我觉得现在女性是越来越自信的 女性的力量 我觉得是多元的 是无穷的 也是无限可能 更是无可替代的 所以呢 在不同的领域 不同的职业上 都会发挥的非常重要的作用 女性的权力也好 她的地位的提升也好 不是喊出来的 是干出来的 如果每个人都能够在社会上承担一个不可或缺的角色的话 那么社会绝对不会忽视你的形象和你的声音 当代女性的自身价值 我觉得呢就是拥有一个快乐的心 还有一个能够享受幸福的一种心态 还有一个就是努力的工作和快乐的生活 希望年轻的女孩子 学会自立 学会独立 精神上的独立 才能获得精神上的自由 然后呢 成年的 这个 有了更多家庭社会责任的女同志 更加的爱自己 让自己变得更加的美好 因为你的美好可以使家庭和世界变得美好 我觉得更重要的是要增强女性的自信 然后加强学习 有更好的这个沉淀 来适应快速发展的这个社会发展 另外呢 在这个心智生产力 包括高质量发展方面 贡献我们的女性力量 半边天力量 新一年还是希望我们京剧 能够不断地 让更多的年轻人喜欢 做好京剧艺术的传承 传播和发展吧 期待能够在我的领域 这个非议文化的传承 以及职业教育的这块工作 能够做得更好 也能够为我们的妇女 创造更好的这个学习的条件 或者是更好的就业 今后我将立足我的检查工作 在保护妇女儿童权益的这个工作中 发挥自己的职责作用 希望有更多的女性同胞 加入到人类学的研究队伍中 发挥女同胞细腻的观察 和温柔的人文关怀 为着世界带来温柔有力的人类学作品 我祝所有的姐妹们节日快乐 希望我们能够在未来的道路上 能够越来越好 祝福女同胞们节日快乐 幸福美满 漂亮亮亮 真的希望她们能够在自己的节日这一天 能够感受到来自各方面 对她们的关注关心 然后也希望家庭的每一个成员 这一天能够给我们的妈妈 婆婆 奶奶 姥姥给她们一个大大的 对不起 说到这儿我都有点 给她们一个拥抱 告诉她们 我们爱她们 谢谢大家